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年度复活节的演讲中特别提振着温难残酷而毫无意义的战争 教皇说 这是一个战争中的复活节 我们此时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和平复活节的信息 我们看到了太多血腥和太多暴力 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担忧 因为我们的很多兄弟姐妹必须在防空洞里面躲避炸弹 防制国一再呼吁和平 并表示希望这场战争中的权力展示 和乌克兰人的苦难能够结束 他敦促他的信徒 拜托 我们不要习惯于战争 让我们大声呼喊和平 教皇表示希望整个欧洲的乌克兰难民都能得到慷慨的接待 据范帝光称 今天一共有5万多人出现在广场上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要打多久呢? 在俄罗斯入出乌克兰超过50佛之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接受CNN的采访表示 俄乌的战争很可能会持续到今年的年底 普莱斯认同国务卿布林肯先前的同一预测表示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正在努力地缩小这场冲突 我们认为 可以通过加强乌克兰在谈判却上的力度来做到这一点 可以透过向乌克兰提供前所未有的安全援助 普莱斯说 与此同时 我们正在通过经济制裁和其他金融措施 向俄罗斯施加同样程度的压力 我们希望两者能够达成一致 最终能够达成一项外交协议 结束俄军这种毫无意义的暴力侵略 西方有什么担忧呢? 担忧中国控制着未来重要的原材料 被沃兰战争震动的欧洲 试图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 但一个更大的危险正在超然而起 风力发电机、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和计算机 芯片都需要的工业金素和稀土 日益增长的数字化和能源转型将继续推动 对这些特殊原材料需求 但这些稀有物资的采矿业 往往集中在世界上少数地区 中国有可能在未来构成大的麻烦 因为多种原材料 德国的进口都来自这个国家 对未来技术来说 这些原材料不可划决 而且对它们的需求量还会增加 此外,不单在采矿方面 在原材料的深加工精源产品生产方面 都存在着极高市场的集中度 而中国是最重要的生产方 未来技术重要的原材料 几乎都是由中国垄断 欧盟在大多数的金属方面 对进口的依赖程度高达75%至8% 而在定义为关键的三十多种原材料中 有19种主要由中国提供 其中一些原材料几乎被中国垄断 比如说尾、稀土和鱼 未来这种依赖性更可能更大 据欧盟估计 到2030年 只是估计需求量 就比目前高出5倍 而电动车产业需要极高数量的鲤电池 到2030年 对鲤的需求可能会增加18倍 而到2050年 甚至可能会增加60倍 在欧盟的层面 原材料安全的问题 已经成为了热门的话题 日本领事致咸上海市政府 说日企可能转移他国 上海严格的清零措施 导致当地日本企业 没有办法正常运转而陷入困境 日本驻上海领事致咸上海当局表示 日本企业可能会转移到国外 据香港明报4月11日报道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赤松 受疫前日致咸上海副市长钟明 指当地日资企业 因为防疫措施面临着 随着诸多的困难 生产、经营 没有办法正常运行 已经有一个几月了 所以 不得不开始将生产和制造 向其他地区和国外转移 赤松受益在信中指出 目前上海大约有四万多日桥 和一万一千家日本企业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长期化 生产和经营 没有办法正常运行的状态 已经持续了一个几月 对企业造成的影响明显 日趋严重 并迫使希望疫情平稳后 迅速恢复经济的正常运行 香港明报说 上海昨日发布了 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 说确保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落实闭环管理 报疫情防控部门审批通过后 就可以复工复产 当晚 上海多家汽车企业 传出了复工复产的消息 上海市在北京时间11日上午 通报新增本土新冠肺炎 感染病例是24280例 包括无症状感染者 官方说 上海本轮疫情防控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疫情传播指数由当初2.27 下降至目前1.23 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指日可待 封控中的全体市民无必要坚持努力下去 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说 据称上海市已设定了目标 在下星期三 即20日之前 阻止新冠病毒在隔离区以外的传播 这使得中国最大城市进一步放松封锁的限制 可以开始恢复正常生活 在中国本轮新冠疫情中 并没有一例死亡 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 自从2020年之后 没有人因感染新冠病毒致死 但英国BBC的调查发现 上海一间医院最少有几十名老年人 在感染新冠之后死亡 BBC采访了一间医院的管理人员 同时取得了院方和过世病人家属的通讯 这些病人死于上海Omicron疫情大爆发期间 BBC也取得了官方的记录 显示 只是在一间医院当中就有最少27名 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病人死亡 但官方将它们的死因归类为其他基础的疾病 这就是统计的标准不一样 我们这个频道先前已经进行过分析 这里是荷兰悦业频道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刚刚听 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 并推荐给你们的亲戚朋友 下面讲一下一条在中国网络很热门的话题 不可以预防新冠的莲花清瘟成了余量的焦点 近期中国的一款中成药莲花清瘟 这个名字相当熟悉 成了余量的焦点 继中国的富豪曼达集团董事长 王建林的儿子王思聪 质疑生产这种中成药的以领药业后 又有专家发出质疑的声音 但质疑者亦被网民质疑 一时之间中国的舆论场风烟四起 王思聪4月14日转发的一条微博内容为 世卫组织推荐莲花清瘟 谁告诉你 博文 并配以证监会应盐查以领药业 现在在中国能看到一个严谨 敢于求证有良心敢说真话媒体 实在实在太难了 这样的文字 以领药业有关负责人4月16日作出回应表示 世卫认可的是包含莲花清瘟在内的中医药 对于新冠肺炎的疗效 是不是有将莲花清瘟作为新冠治疗推荐的药物 并没有在这个会议中得到体验 这个负责人还指出 公司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 表示世卫组织推荐莲花清瘟 此外 2020年的年头 湖北的武汉爆发新冠疫情 同年4份莲花清瘟胶囊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用于治疗、轻型和普通型的新冠肺炎 中国工程院院院士钟南山 亦多次推荐使用莲花清瘟胶囊治疗新冠肺炎 请注意 是治疗而不是预防 中国专家瑶瑶发文质疑 近期随着上海市当局大范围派送莲花清瘟 针对莲花清瘟的质疑声音也高涨起来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资深研究员的瑶瑶 在星期日 发表文章《星土政府派送这些药品存在的问题》 他指出 无论是中外的药物都必须被证明有足够治疗作用 副作用在可以容忍的范围里 才可以用于中国人 否则是不负责任的 甚至会被小人转空子牟利 瑶瑶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地区 物资调配的工作紧张 人民需要的食品、药品都难以保证百分之百 按时到达群众手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强制性派发预防或治疗新冠肺炎的药品 一定要严格检验 不可以让伪劣产品顶住任何的帽子 包括中药的帽子 被强行派发给群众 瑶瑶说如果莲花清瘟 从来没有被严格证明有效 这样强行派送就害了很多 等待必需物资和药品的群众 另外一个此名丁香医生的微信公众号 发表了两篇文章 中国内地著名医疗健康公众号丁香医生 发了两篇文章 侧文说 防护服、大米和莲花清瘟应该如何选择 呼吁不要将莲花清瘟用于新冠的预防 定向医生16日和17日先后发布文章说 清莲花清瘟随着防疫物资被发放到上海民众手中 不少网民纷纷晒出家中的莲花清瘟 文章说 虽然发抗疫物资看起来是有益于民 但是不应该这样做 原因就是莲花清瘟不能够预防新冠 比健康市民发放真的是没必要 中国官方媒体《解放日报》四月份的一篇报道更明确指出 这种药物并非预防新冠的药物 如果没有症状就不应该服用 文章还提到 网上所谓的世卫推荐莲花清瘟的传言 并非属实 文章又谈及莲花清瘟的风险 指由含有受管控药物的成分 是一些西方国家禁止入口的禁药 在莲花清瘟的说明书上 标注了高血压患者、心脏病患者的慎容 另外有肝病、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 严重者、儿童、孕婦、暴雨期的妇女 年老体弱者也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 文章最后表示 中上所述莲花清瘟不可预防新冠病 更可能会带来副作用 一种不可预防新冠的药物 被大批量发放给没有感染的健康人 这本身就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如果为了这些药物的运输发放 还占用其他物资的运力 就更加不合理了 但是有网民质疑丁香医生涉嫌药厂资本的运作 也有反对丁香医生说法的声音 在微博上有博主的文章表示 政府发放抗疫的药物 并不意味着承认这种药用于预防新冠肺炎 文章指出 既可以治疗普通感冠 亦可以治疗新冠初发 更可以降低市民的恐慌程度 才是发放这种药物的主要目的 另外亦有网民表示 定向医生背后投资者金主之一 是BioNTech的投资人 即是德国的疫苗公司BioNTech 公开资料还显示 定向医生和辉瑞、默沙东、塞洛菲等药厂 都有合作的关系 而同为防止轻症转重症 莲花清瘟和辉瑞新冠特效药 应该是竞争关系 文章认为 这才是丁向医生针对莲花清瘟的关键 那你又信不信莲花清瘟呢? 中国社会的另一个问题 就是老龄法的问题 中国学者预测 中国今年可能会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情况 并发出警示说 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的下降 从而导致投资率的下降 经济的增速亦会受到影响 因此 要大力发展养老金 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据中国21世纪经济网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医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郑炳文 17日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指出 2021年中国65岁的人口佔比例超过14% 意味着中国今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的年头 而以前正在老龄化中的社会 预计到2035年是超级老龄化社会 郑炳文说 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对中国经济影响很明显 首先就是出生率 去年中国正人口增长才42万 预计今年死亡人数很可能会超过出生人数 也即是今年可能出现人口负增长 比联合国先前预测的人口负增长提前十几年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此为止 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